马来西亚新山之会第一位印度裔的志工马切拉基尼 因为癌症往生 遵循她的医院以及佛教的仪式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子女们也感恩慈祭帮助母亲洗肾的费用 也让自己的妈妈在最后的这一段人生 能够及时付出更加的圆满 双手合十送念佛号 在印度裔的丧礼上 以佛教仪式志工马切拉基尼告别了这一生 这也是她最后的遗愿 和江人一同回顾马切拉基尼在慈祭的点点地地 大家最忘不了的是她的笑容 她很开朗 真的她很开朗 虽然她经常都是身体不舒服 马切拉基尼都把悲伤隐藏在笑容的背后 她是单亲妈妈 独立抚养小孩 又罹患肾病 还有乳癌 子女们感恩慈祭帮助母亲 也看到了母亲带着感恩心 回报社会的身影 在兴山她是第一位印语职工 也是照顾户的第一位 马切拉基尼翻转手心的人生 留给后代子女最美的典范 大海新闻 严陆燕 刘凌媚 陈志才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